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学 我们继续说俄乌最新战况 哈尔科夫前线,双方在沃夫昌斯科 和利不齐三次交火 莱曼·克里米纳、德尔斯科前线 乌军在比洛·格里夫卡、桑卡·缅斯基 格列·科夫卡、辛克哈利夫卡、马基夫卡 托斯基和特尔尼击退俄军17次进攻 憋不住笑,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就这样子的 红军城前线,昨天俄乌双方在这个区域有46次交火 战斗主要围绕在沃兹德维任卡、米罗·德尔比夫卡、普罗明 苏或亚尔一线展开 战线基本无变化,尤其是俄军 跟三路几次进攻到塞里多维东部郊区 目前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人正从三面逼近 塞里多维对于红军村的防守非常重要 早前从俄军手中夺回 俄军最近对该地加强了进攻力量 目的显然是想再次将占领库拉·西夫卡前线 昨日库拉·西夫卡区域战斗激烈程度大幅度下降 双方交火只有二多次 北侧俄军分两路继续包抄 塞里多沃 但军被乌军击退 南侧俄军则向库拉或沃推进 进展不大 中间区域双方在星纪米特利夫卡 星线利纪夫卡 伊兹梅科夫卡 亚历山大波利 西日尼克和普拉·西夫卡东侧有多次激烈的战斗 乌军击退俄军装甲编队掩护的步兵冲锋 普拉会过前线 昨日俄军正沿着欧0510公路向西推进 过去24小时 俄罗斯机械化部队多次进攻 但目前乌军防守的压力仍然很大 布斯特雷、达尔内和格尔尔吉夫卡等几个定居点 都处于俄军的攻击之下 扎布洛瑞前线 乌克兰情报部门当前报告称 南部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俄军集结 俄军集结阻力 对这个方向的乌军阵地再次发动了攻势 并向扎布洛瑞市推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俄境内库尔斯克前线 据诺尔报告报道 昨天乌军对库尔斯克的反攻还在继续 乌军第47旅、第36海军陆战旅等 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 正在猛攻库尔斯克的泽雷尼、什利亚赫一带 当地多个俄军据点都遭遇了袭击 并被突破了俄军多道防线 这次反击还用上了苏-24战机 法国的ASM锤子制导炸弹 搞暴力拆迁扫情道路 作为前锋的乌军47旅驾驶美制M11 重装甲和M2步兵战车 一马当先一边用机枪对着 占领者高层建筑物里的俄军进行火力压制 一边用穿甲弹打穿两栋俄军战具的小楼 破洞后步兵进行了抓捕俄军战俘的行动 乌军猛冲猛打并使用火炮 人机空袭大量杀伤俄军 随大破之 连后方俄军督战队见势头不妙拼命逃跑 俄军防线崩溃 一口气后退了20到30公里 俄方可能对前后两次大反攻 结果很释放 有个消息说 为了组织两次反攻 完成普京下达的二次命令 俄军竟然在库尔斯克一共集结了16万8千军人 包括3000多名雇佣军 和56个旅籍建制 其目的显然是想进一步的增强库尔斯克军事力量 将乌军驱赶出去 但即使如此规模 要实现其目标仍不容易 其实尽管俄军从乌克兰前线抽调了超过10万军人 回员库尔斯克 反倒让乌军实控面积越来越大了 10月1日期间早就过了 10月31日前收复是不可能了 而东边别尔格勒德州也被乌军建立新的缓程区了 面积也越来越扩大 据悉俄军总部已经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地区的命令 再度推迟到2025年2月1日 同时将战略第一导弹团的士兵组成步兵营攻击乌军 将火箭军当步兵用 这足以 这是一周前 俄军外东北15旅某部遗诏 这些俄军全部于10月16日挂干净了 俄军在哈尔科夫库比亚斯克 恰夫西亚尔 托里兹克 塞里多夫 乌克拉霍沃 乌莱达尔 扎布罗热 克尔松等前线继续保持进攻的态势 虽然俄军钢铁洪流 继续大举足迹 但大都化作一堆堆露天的残海 乌军用德国的远程布雷车 从天而降的反坦和地雷 实时实地的投放在俄军装甲机群中爆炸 没有战后地雷污染 只有燃烧的俄军钢铁 两日内摧毁了俄军坦克17辆 加装甲54辆 火炮85门 火箭炮两台 军卡183辆 乌军则在西方战车的掩护下 采取了反冲战术 以更快更高效地彻底清理 俄军残余部队 并抓获大量的俘虏 乌军空中打击的速度和纵身在增加 俄军补给在恶化 而俄军远程火力越来越多地 暴露于乌军新式MPV的狂轰烂炸下 乌军的新式MPV40千米飞行距离 已经开始超过俄军绝大多数火炮射程 俄军援火支援越来越弱了 这样只要一周 俄军多数战线就处于崩溃状态 2024年11月的俄军将有全线大崩溃的可能 等着瞧吧 露出这信息 昨天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访问土耳其 并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西比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感谢埃尔多安对乌克兰组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并强调乌克兰有意深化与土耳其的合作 特别是在国防领域 他还指出确保黑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双方讨论了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途径 因为最近的金砖峰会在即的召开 而土耳其似乎受到某种诱惑了 为了不让土耳其在俄乌战场中的立场发生动摇 乌韩外交部长西比哈访问土耳其 给埃尔多安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便让土耳其始终向乌克兰和西方 最新消息 土耳其停止向俄罗斯供应军事产品 早前美国表达了明确的警告和后果之后 土耳其方面已经停止向俄金 供应美国制造的相关的军事部件 据其自己禁令设立到的产品到达了40亿种 其中包括不少拥有武器生产和电子系统的部件 英国政府10月22日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22.6亿英镑的贷款 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做担保 并由其产生的利润来偿还 也就是说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最新22.6亿英镑资金 是英国对这期集团已被冻结的俄罗斯财产做担保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计划的一部分 这相当于提前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财产 向乌克兰提供战争赔偿 同时又避免触及俄罗斯财产权这个法律 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说 财政大臣今天宣布 政府将再向乌克兰提供22.6亿英镑的新贷款 乌克兰将获得进一步的资金来购买必要的军事装备 以抵御俄罗斯的非法入侵 英国政府虽然走马灯似的坏人 但历任英国首相对乌克兰的支持始终如一 从未动摇 这才值得深交的盟友关系 真的非常给力 10月22日欧盟议会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 特殊宏观金融援助的决议 这是这期集团已被冻结的俄罗斯财产做担保 向乌克兰提供高达500亿美元财政支持的一部分 当天欧洲议会以518票赞成 56票反对和61票弃权 在一读中批准了这一决定 投票后欧洲议会主席罗伯塔 梅索拉强调这一决定 向俄罗斯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既作为侵略国 他将不得不为所有破坏付出代价 欧盟主席冯德莲之前访问基辅士表示 欧盟会在年底前支付这笔资金 且乌克兰使用这笔资金不受限制 俄罗斯抗议的不是欧盟给乌克兰钱 毕竟无法转化成战争能力的钱就是废纸 给再多也无法挽回乌克兰在战场上的颓势 他真正抗议的是欧盟拿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当然这种抗议无法阻止欧盟的操作就是了 据美国财长耶伦的最新说法 这期承诺的用俄罗斯财产做担保 对乌提供500亿美元资金中 美国分摊200亿美元 这意味着美国很快将提供200亿美元资金 加上欧盟英国和这期其他成员国提供的资金 远远超过了500亿美元 在这期承诺的500亿美元巨额援助之外 还有一个援屋重要消息 当天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和法国驻屋大使 签署了两国政府之间2亿欧元赠款的实施协议 根据协议从法国政府获得的2亿欧元赠款 相用于乌克兰医疗保健 能源供水和卫生排雷数字技术 基础设施农业 内部管理和住房重建等领域 法国队伍援助 虽然不如英国和德国给力 但也算是欧洲最给力援助乌克兰的大国之一 昨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承认 看到朝鲜军队进入俄罗斯的证据 国防部长莱德·奥斯丁表示 朝鲜已向俄罗斯部署军队 这是奥斯丁首次 并且是第一位以官方身份 有记录的证实这一进展的美国高级官员 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的周三奥斯丁 在罗马对于他同行的记者说 还要带观察 但这个周三他说 我们看到证据表明 有朝鲜军队已经前往俄罗斯 昨日乌克兰军方用韩语发布呼吁 敦促朝鲜士兵作为战俘投降 有视频显示了其中一个战俘营 承诺提供安全条件和住所食物和温暖 甚至法国承诺投降俄军可进入法国生活和工作 接日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 讨论乌克兰的安全局势 特别是与朝鲜伊朗和其他个别国家的 向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支持有关的问题 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俊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 朝鲜会因其派兵帮助俄罗斯 参与其对乌克兰的战争 而从俄罗斯得到慷慨的回报 既有朝鲜急需的外汇资金 也可能包括核武器制造和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发射技术 黄俊国称朝鲜可能很快就会成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积极交战国 他还呼吁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撤出所有的军队 并强调只有在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前提下 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太有可能 这应该是韩国首次对俄罗斯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 韩国将采取分阶段的措施应对朝鲜向俄罗斯派兵 韩国敦促朝鲜立即撤出其部署的12000名视频 并警告称这种合作违法了联合国决议 如果朝鲜和俄罗斯继续保持军事关系 韩国将与国际盟友合作 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韩国可能会派遣军事和情报人员前往乌克兰 还会考虑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中包括将韩国库存的340万枚 过剩的105毫米口径炮弹 以及15毫米炮弹直接运往乌克兰 看来韩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在战场上与朝鲜掰手腕的机会 昨天韩国媒体已经宣布正在商讨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数量 其中包括情报人员和针对敌方的战术专家 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美国代表认为 如果没有朝鲜伊朗和其他个别国家的援助 俄罗斯将无法再维持对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 基斯利查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最为精彩 用犀利的言辞对俄罗斯和朝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这位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说 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是朝鲜悍然退出核部扩散条约并发展核武器的帮凶 俄罗斯破坏了制裁朝鲜成立的合规监督机制 以它拥有的否决权 阻止了监督团任务的延长 使得安理会对朝制裁监督机构 于今年4月30日停止运作 他表示 自2023年以来 平壤一直在向莫斯科供应武器和弹药 包括弹道导弹 就违反了安理会的多项决议 事实上 朝鲜已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弹药供应国 从而助长了和延长了其对乌克兰战争 他嘲讽说 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 居然像一个被全球抛弃的国家祈求 不仅是武器弹药 还有兵力支援 这是对世界第二强军事强国神话的又一次打击 他还说 俄罗斯的所有力量都是虚张声势 现在证明 俄罗斯不过是一个装有核弹的加油站 这位乌克兰外交官呈 在乌韩战场 死亡的俄罗斯的军人 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土著人民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 而现在莫斯科居然从第三国寻找贫困人口 做炮灰 再次暴露了克林民工政权深刻的种族主义 和新殖民主义本质 他还斥责说 这再次证明莫斯科的黑手党政权 与安理会存在的目的无关 欧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俄罗斯及其领导人 必须为发动侵略战争和国际法规定的其他最严重罪行 以及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承担全部责任 他强调 如果俄罗斯犯下的国际罪行没有受到惩罚 那将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 荷兰外交大臣贝尔德坎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俄罗斯蓄意破坏全球粮食安全 所有国家都必须明确谴责这些对航行自由和全球粮食安全的攻击 他说 对关于朝鲜军队可能参与俄罗斯对乌坎战争的报道 严重关切 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升级 我们正在监测局势 如有必要 我们将提议欧盟联合国和北约采取联合应对措施 昨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特纳表示 如果朝鲜军队进入乌克兰战争 美国应该考虑采取直接军事行动 白宫周三早些时候表示 环顿估计至少有3000名朝鲜军队 正在俄罗斯东部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 他们最终会被派往乌克兰与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并肩作战 特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拜登哈里斯政府必须明确表示 朝鲜军队介入这场战争是美国的红线 如果朝鲜军队入侵乌克兰领土 美国需要认真考虑 对朝鲜军队采取直接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赊连斯基 10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 谈美国大选对俄乌战争的影响 以及朝鲜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 赊连斯基表示 一万两千名朝鲜士兵对乌克兰不是大问题 西方对乌克兰采取立场才是大问题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 波斯科已准备好与基辅进行谈判时 赊连斯基告诉记者 首先这取决于美国的选举 我认为他们会关注美国的政策 赊连斯基说 根据与两位候选人的交谈 他预计美国将在选举后非常迅速的展示政策 不会等到明年一月 对于特朗普若胜选可能会给基辅带来麻烦 赊连斯基说 他与特朗普和哈里斯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 我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会谈 非常的积极 我对此感到高兴 我与哈里斯的会谈非常好 这不是第一次 上次赊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 其实两人并没有谈拢 也谈不上两人翻脸 赊连斯基一直强调 他与特朗普谈得很好 其实是两头压重 避免特朗普万一胜选了 由于自己的选边站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那次特朗普之所以同意安排 尔泽连斯基会晤 主要还是不想失去关键的摇摆州 东欧裔美国公民 和其他支持不堪中间选民的选票 从后来特朗普的言论表现 他对自己的原有的观点没有改变 只是为了竞选 需要很多方面暂时隐藏起来而已 目前美国选举的选情非常胶琢 随着哈里斯选情吃紧 昨天拜登总统在竞选集会上 按照特朗普时说道 我们必须把他关起来 最后拜登的这句话 被特朗普团队抓住把柄了 说是因为民主党竞选 不顾特朗普 要直接搞政治迫害了 显然这是又一抹黑拜登 随后拜登澄情说 是从政治上把他关起来 即使做了解释 还是没有被放过 特朗普团队进行连续的进攻 拜登接着再次澄情说 把他关在外面 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 这事没有完 继续大作文章 有点不明白 特别离谱说过那么多真心实意的错话 有那么多辫子可抓 却没有谁抓他的辫子 倒是拜登一再解释 他说出这句话的本意 却永远也解释不清 为什么 白宫官员随后再解释说 拜登总统已经做出的两次澄情了 总统的意思是从政治上关押特朗普 难道不该吗